您比如说吧 您这个交作一中志强这般 有男生有女生吧 对 对吧 课间志强上厕所 要是也是妈妈背着去的话 别的男同学怎么办 你说这是很现实的事 都是大小伙子 好 忽然间来阿姨进来了 你比如说志强上厕所 那厕所里别的男生就全得出去 很简单 你看他自己都乐 是不是都不回事 所以志强你上厕所怎么办 都是我同学背着我去的 那也挺麻烦的 我上厕所135求老谭 谭妃你背我去一趟 246我叫十路斯 十路斯你陪我去一趟 你这天天求人上厕所 这事也是个麻烦 我不用我求他们的 他们都是很主动帮我 就是我们班20多个男生 什么上实验课 然后去厕所去外面 去外面玩什么的 我们班同学都很主动 而且这些同学 差不多每个人都背过我的 我觉得强哥就是 一个特别乐于助人的人了 非常热心 很踏实 特别大方 不理由很大的问题 都是去找他 每天能出校门了 所以我们班 大部分件子都是 强哥帮我们验的 我班我让他复验了两次 然后有一次我就忘了给他钱了 但是他就到这个毕业 都没有告诉我 我还欠了十块钱了 有时候回头看到强哥的身影吧 然后就会感觉自己 还是比较幸运的 然后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 那张特殊的课桌 也陪伴我们走过一段 很难忘的时光 其实听得出来 王老师所在的交座一中 我觉得这个学校 不仅是学分好 而且所有的 不管是校长 老师还是学生 都特别有这种人文关怀 这么一听 还真的是我们在场的 应该为交座一中鼓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